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懷疑你有份參與綁架 秦永慶, 你今天來到這裡 就是你認定了我有問題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 你都不直接回答我?為什麼? 常少哥全天都和我一起 這個答案你應該滿意吧? 你現在有你的答案, 警官 我記得 謝謝你 我剛才這麼說,不會影響你們吧 我影了一隻身上蠻蠍蠍蠍 你有看見他嗎? 沒有 阿菇呀… 平時你叫他的名字,他會出來的 阿菇呀… 我先出去找他 去 阿菇啊… 阿菇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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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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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在這裡, 我沒事 是 流出血了 小少爺而已, 他就是狡猾 是 他可能肚子餓了, 先回去吃東西 擦損一下, 是不是要包成這樣? 就這樣, 不好意思 你也是 你也是 捉一隻貓而已, 也會弄傷 最重要是猜猜沒事 你沒聽過嗎? 貓有狗的名字 所以現在弄傷的是我 是呀, 你過來找我什麼事? 不重要了 我認為有些事 應該等到你想說的時候 其他人少去練習 我自己來 其實練一塊膠本就好了 只好 只好 走 我們把你還欺負 還要走 你還欺負 我還是不太能力 你一直都放下 我騷擾人 有競爭才有進步, 照舊 一杯奶茶你行不行? 來吧 你沒事吧? 你手槍這麼差, 你別我認識你 老闆, 杯奶茶會拿去你的辦公室 柯Sir, 你的朋友嗎? 他當然心情不好, 難免影響表現 阿仁, 怎麼樣?吃飯吧? 不行, 今晚預約了一年, 坐約, 是 小孩子! 你比較在那裡, setzen 作詞, 能飾 你是笑的 你不說在那裡嗎? 我覺得是 你是笑的 現在怎麼沒有? 你會在那裡嗎? 我不會說是笑的 不認識人生 那種類似的事 那種類似的人 我不會想說 我會想說 我們要用這個 阿Sir, 最近沒什麼事? 沒什麼事? 你這個同屋主 幹什麼? 我那天練槍碰到他, 他好像怪怪的 你有空關心他吧 我也想要關心我 什麼? 看著前面, 專心點 電台叫, 平山路, 接報有交通以外 麻煩附近的AI夥記過去看看 61收到, 現在過去, Roger 師兄 班長 司機連人帶車撞在路牌上, 自任報警 兄弟, 現在叫救護車, 要不要下街口 有艇艇在那裡? 艇綁在車上的 這麼有型?車主呢? 那邊 警察, 知道為什麼被炒成這樣嗎? 我事主說剛才開車 突然有雷射光照一照 散一散雙眼就炒了過來 什麼? 雷射光, Sir 我經常繞了這麼久, 沒什麼事 看到嗎?過來看看 各位會員, 這個叫飛馬座四邊形 是由四顆星組成的 代表著飛馬的身體 和它是連著仙女座的 有警察… 什麼事… 不好意思, 各位, 在這裡幹什麼 本星, Sir Joy, 黃小姐那件案子 幫我叫鑑政府那件案子 兄弟也有畫面給我 小姐 是 給我見兒餐, 杯凍飲品轉抹茶 楊聰Sir, 不好意思 我們轉不了抹茶 價錢吧 不是加不加錢 是我們見兒餐只可以跟檸檬茶 或者百獎茶, 教訓不了 阿Sir那杯餐飲品熱檸檬茶給我 另外要杯凍飲品, 進我掃 好… 稍後, 不行 怎麼可以要警察破費的 警察, 進我掃 好, 謝謝楊聰Sir 警察, 沒人上去, 那我坐吧 還在搞綁票嗎? 這案案是我這麼多年來第三案 我完全站在那裡, 不知道該怎麼算好 我總是在中間有些東西漏了 所以你剛才找人放大的CCTV來看 你怎麼知道? 我剛才在那邊聽到 都沒見過你吃飯都拿回來了 你知不知道大政君昨晚炒車? 是嗎? 聽同事提過一下吧 我們懷疑有人惡意 找一支觀星筆射他的眼睛 有人想他出意外? 那也不奇怪 他做那一行, 連中就得罪不少人 再加上他弟弟 我們第一個想起, 霍進成 怎麼了? 你覺得不是大政君的仇家這麼簡單? Win姐, Sir, 我找你了 進來 Sir, 你找我嗎? 你再去跟進一下這宗案件 律師查過這宗案件, 還有什麼要跟進? 我認為需要再跟進就再跟進 是不是不行? 不是不行 但是他覺得有雷射光射到他 然後他看不清楚, 他自炒而已 我去找事主, 下個詳細口供 我認為有需要去查清每一個細節 包括裡面提過的人 有可能對其不滿, 而進行報復的人 就是他覺得有人想整他 故意射這類社光去影響他 那就要他自己才知道 這些有勢的人士, 傲軍連 他覺得有勢的人士, 傲軍, 傲軍 傲軍, 傲軍, 傲軍 不是要你全部做完 找其他人幫忙吧 不過最重要的 就是要問他們拿不在場的證明 最後那個, 你來 怎麼了?不行嗎? 好, 做事吧 好, 做事吧 娟姐, 有什麼不可以在電話裡說 要過來說 有什麼談? 好, 做事吧 2020年11月26日 你是不是曾經在西貢的一間住所裡 打過大政軍? 他是自己說的嗎? 隔了這麼久, 只想報警抓我嗎? 其實你只需要答是還是不是 我知道了 昨晚炒車的那個是他 你們懷疑我嗎? 從詠希先生 娟姐, 算是怎樣?你現在是審判嗎? 那你也知道規矩了 與其說一些晦氣的話 你不如說一些實際一點 事實就是我整晚都跟觀星的朋友在一起 他們每個都可以當我時間證人 就是不是 拍照的時候, 你去做什麼? 我在在聊電話 拍照這張大合照的時候 正正是大政軍出意外, 炒車的時間 我真的在聊電話 那我再問你一次 2020年11月26日 你是不是曾經跟大政軍爭執過 出手打過他? 你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你有證據就抓我 怎麼回事呢? 怎麼樣? 警官, 他認了有打大政軍 還有呢? 沒有了 那他又沒有說為什麼打大政軍? 原來你要我問得這麼細節 我以為只是替你做醜人而已 我叫你查清楚, 查清楚一點 警官, 讓你自己看看 你們兩個的臉都這麼黑 由他們兩個臉來看 阿希這次真是恐過的事 你們相信阿希會做這種事嗎? 我就不相信了 我們不相信哪有用的? 是有警官 還有警官不相信才有用的 你們別這麼八卦 真是讓阿偷和阿希聽到不好 是, 警官 阿希, 阿希, 阿希 阿希, 你不要介意 阿希, 其實身後辦公室的事 你不要介意, 大家都很關心你 不過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去安慰你 走吧, 趕時間 走吧, 再見 找不到不要緊, 下次再吃吧 你現在拿回你家吃吧 明明放在裡面的, 要去哪裡? 你是不是在找到這件事? 好甜… 幸好永熙撿到, 還特地拿回來 你才這麼有口福 謝謝大哥 你怎麼會這樣 我會說他那天去那個辦公室 鬼鬼鬼鬼鬼的拿著我的鞋子 我猜他應該是看到電單車上有個鞋印 所以拿我的鞋子去做對比 是, 單憑一個鞋印就可以推斷 你別讓他幾下司機就覺得他很聰明 小心點他 現在你孤姐這麼笨嗎? 像什麼, 你聰明 知道帶政君去撞車嗎? 昨晚他去西貢的時候 途中被人用雷射筆照, 搞個抄車 你這樣看, 像是有人穿燈 觀星的雷射筆, 你會想到什麼? 松明熙? 連你也這樣想? 難怪那個歐陽聰今早要點一下點一下 神小姐, 大律師差不多出來了 謝謝, 幫我放在那裡劫子 你來了? 是, 聽說你出了意外, 看你沒事 很小事而已, 你怎麼知道? 當然是那個人多口告訴你 不是人哥跟我說的 瞭解的人應該是秦永熙 其實到這一刻為止 他還沒證實, 那個事實是怎樣? 警方那邊也在懷疑他 警方跟我下口供的時候 都問過我跟什麼人有過節 我有提過他的 不過正如我所說 在未有實質證據之前 應該假定所有人都是無辜的 大律師, 時間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 我要上庭 我不妨礙你了, 一起 好 小姐 快點吧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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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亂餵食給顧客 就是上次我不在 你亂餵食給他吃 他餓了整個星期 媽媽 你買的東西 又沒有製造日期, 又沒有製造國家 對不起, 下次我不買這款 為什麼你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都是做錯事後才懂得道歉 什麼叫每次都是這樣 你之前也沒有告訴我 想說他肚子 大靖君呢 上次自己無緣無故 跑到別人家裡打人家 我不是跟你說過不要騷擾別人 你知道為什麼人家撞車嗎 原來你在說大靖君 你想罵就罵吧 要不要拿小姐來罵我 是你做的嗎 你都相信他 那就是你做的 人家沒說過你 人家還怕我妹妹 還替你解釋了 人家… 人家什麼都好一點 那我還說什麼 你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有沒有一刻覺得與我無關? 你沒有 為什麼你從小到大 自己想的事就當真 為什麼你連一個機會 給我解釋也不給呢 我再問你一次 2020年11月26日 你是不是曾經跟大靖君爭執過 出手打過他? 我完蛋了 那就是你做的 就是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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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沒錯 不知道能否查到在這個時間 哪位同事打給我呢? 你等等 阿韜, 櫃胎有人找你 這位先生找你 你好, 我們星期三晚上通過電話 你當時說有一隻糖尿病藥回來了 有個人留下了我的電話 叫你回房間, 立即要通知我 你記不記得嗎? 有印象, 先生是不是也是阿Sir? 是呀 在你之前已經有一位阿Sir問過 先生, 你是不是姓秦? 是呀 之前那位阿Sir交下了一張字條 他說之後有一位姓秦的阿Sir會來 叫我交給他, 應該是你了 傻子, 其實我知道與你無關 我早就知道你不會懷疑我 我還沒信任你 不過看你拿著這張字條回來 相信你, 你不要自作多情 轉轉 轉什麼轉? 那想一會兒呢? 我現在設定報告關於你的 你是不是阻礙我? 那你慢慢的, 加油, 努力 記得 你乖乖的, 洗潤涼 做些東西給我吃 那我就會設定很漂亮 好的 謝謝你特地陪我去覆診 不用客氣 我擔心你覆診後也需要司機 其實不用麻煩你送我回去 當然不行, 禮償往來 喂? 正在回來了, 很快到 你們先上電話吧 要不要再去賣 那是… 我都要來, 打四, 打四… 打六六六九六八, 招路標提低 阿Sir, 什麼事? 大師, 剛才衝了紅燈 試一下車, 拿車牌和身分證出來 我剛才過的燈那裡是黃燈 我這麼說的電話看不清楚 你肯定是黃燈? 我肯定… 我肯定是紅燈 有的 等等 阿Sir, 我想問你 剛才你是先看到一盞燈 還是先認出我們的車? 我先問我爹 不是看也不行吧? 是嗎?在那裡幹什麼? 你為什麼不問我找你幹什麼? 找我幹什麼? 看到了嗎?這份報告,郭Sir簽了名字 我特意拿個招牌過來給你看 讓你開心一下 才交給你這個猛聖聖Sir的 高興? 我? 你什麼事? 我知道,你一定以為我想冤枉你吃飯 是嗎? 是,我承認 我真的想冤枉你吃飯 你覺得我真的沒事嗎? 這份報告是誰做的? 是我做的 是,在法律上我是沒有罪 但是在人家心目中 已經早就判了我有 很好 大個兒子 什麼意思? 你終於也感受到你的對手有多勁 大政君從來沒有在任何人面前指控過你 但是現在全世界都認為是你做的 他不是覺得霍俊誠做的嗎? 無論是否是霍俊誠做也好 我們都根據大政君的口供 去找霍俊誠,問他的不在場證明 那就是大政君利用我們去警告霍俊誠 叫他以後醒醒醒醒醒,沒有輕舉妄動 與此同事,有這麼巧,他不均不可 將你侵托成最大的嫌疑人,厲害嗎? 你說真的嗎? 那為什麼他要對付我呢? 要我再說下去嗎? 說吧 大政君他做這麼多事 只有一個目的,為了一個人 上少嗎? 如果上少也進入了大政君局 那你老人家在上少心目中 就結束了 好,謝謝 高公子,對著螢幕這麼久 喝杯子裡頭醒醒 喝死了 薑汁和啤酒加啤酒 誰給你知道我喜歡這樣喝? 我修風王,不用把人喝嗎? 薑汁, 烈車, 加啤酒 再加上你這個這麼寬容的樣子 有什麼要求直接說吧 你這樣看我, 我沒什麼要求 我只想提醒你 提醒你不知道什麼關係的侄女 少點黏著戴政君 我有理由相信 秦永熙無緣無故做了他那宗車禍的疑犯 很可能是他設計的 我有理由相信 你這樣說是幫秦永熙做稅客 你想多了 還在看那宗訪問案的閉路電視 不是交給魯Sir的嗎? 幫忙看看有沒有什麼走漏眼 要不需要幫忙嗎? 這麼晚了, 走吧 謝謝 不用客氣 幫我關門 真是很感謝你 讓媽媽和生前一樣漂亮 謝謝你 請坐一旁 你先走 怎麼了? 有陰影嗎?你忘記了 上次我去美國探望你 一開門, 所有鞋子都倒在我的頭上 全屋都像垃圾桿 今天不會有一個特別的歡迎意識給你 你的轉變挺極端的 現在這樣, 你還好嗎? 最初我也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不過試過之後才知道 原來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 比我們想像中少很多 也是的 對不起, 家裡沒有咖啡機 沒有茶包, 將就行 謝謝 就像化妝品一樣 每次一出新顏色我就會買 從來沒有一支唇膏 我用完才可以 全部都是要麼過期 或者眼色不再流行 用不夠一半就可以 那一年, 哥哥離開了 我真的忽然覺得這個世界上 對我所有最重要的東西都消失了 回到這間屋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是無謂的東西 於是, 我得氣心肝 一次過把他丟掉 之後突然整個人都輕鬆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放手 你也可以選擇繼續堅持 都是自己的自由 二姐, 你知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些什麼 只要我們堅持就可以永遠都擁有 是記憶 不過也要那個人的腦袋運作正常才行 哥哥說你, 一想事, 眉頭就打氣 我本人都將會抹乾淨 我的小小姐 我看你會不會一直想啊 我本人都不會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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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光了, 幫你加點水 謝謝 這張餐廳是全家屋裡唯有我不捨得丟的東西 多少年? 五、六年? 我和哥哥都很喜歡吃麵包蛋糕 但是偏偏我們兩個都敏感 兩個都不能吃 那時候他不停在嘗試 想做一些你適合的 他試過不用麵粉, 又試過不用麥粉 每次失敗了他都會再來 終於他做到你適合 但是我嫌他沒有味道 夾在兩個女人之間的男人是最辛苦的 但是到最後他成功了 是 是 這個完美 我記得那天你給了這句評語阿哥 他開心得尖叫 自從阿哥走了之後 我都沒試過完美的味道 其實我這次來找你, 想問你一件事 這個是不是你? 別說謊 我認得自己的胃根 是真的 是我 從現在開始 你跟我說的每一句話 將來都可能成為情堂正功 反正我在你面前也說不出謊 你覺得哪有機會 我不是說話的 我不是說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你知道警務人員擅自跟蹤伙計是違規的行為嗎? 我違規? 當然, 還有, 你剛才在辦公室看CCTV 看得面色都變了 我看一看, 你也馬上蓋起來 我九成九, 肯定你看到影片裡有熟人 是嗎? 我告訴你, 你現在不只跟蹤我為規 你還不通知伙計, 靜靜走去找人 那就構成隱瞞事實的動機了, 明白嗎? 你這麼想知道, 跟我來吧 我跟你來也可以 你別找我說我跟蹤你 我跟蹤你一樣 原來她就是你前男友的妹妹 去吧 你跟你男友分手很久了? 分手這麼久, 還保持她的東西 你這個人也挺詳情的, 女士 不是分手, 是個阿新 對不起 看完了嗎? 看完了 你坐吧 其實我還是沒多久之前 去公眾鏈房工作, 碰到Larry 我才知道他回到香港 什麼?在鏈房碰到他? 他現在幫先人化妝 年輕女進行?挺特別的 他以前是做電影特技化妝的 同類型, 只差了生人和死人 那次我碰到他之後, 他上來 他看到我的圍巾很喜歡 所以我送了給他 難怪你剛才在寫字樓 看CCTV看得這麼緊張 我裝一下你也吸收了 我看到電單車的車手 帶著一模一樣的圍巾 我還沒肯定之前 不會默默地告訴別人 所以你就馬上去找他證實一下 找了他, 結果怎麼樣? 一個月前, 有個人透過電郵聯絡我 他說自己叫L先生 他一開口就好像知道我底細 單刀直入叫我拿一部電單車 看那天什麼屍體去那條街 那你有沒有見過他? 沒有, 我也沒見過其他人 然後呢? 之後的事情你們都知道 其他人做的事 我事前真的一點都不知道 我自己負責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 放下屍體 然後八分鐘之後去收拾 八分鐘? 神經病 我也不知道他用什麼方法 可以令現場的人全部消失 但我八分鐘之後回到現場 現場只有一個人都沒有 真是計算得很準 他給了你多少錢? 十萬 十萬元 來歷不明 一個自稱L先生的人 透過電郵找他工作 那你也相信? 你自己看 你現在收到這個 就是Larry說的那幾個電郵 當然, 我會回去核實一下 不過如果你有懷疑的話 我很歡迎你幫忙查看 根據Larry所說的 這是L先生的作風 他每一次都會用一些 完全沒有關係的人 去負責做不同的事 跟我一直跟著聶先生很相似 人都沒見過 就憑一個電郵, 那就相信他了 你現在收到這個 是Larry答應了他之後 他戶口馬上有五萬元上期的通知 付錢付得這麼疏倉 有多吸引 正常的, 比幫人化妝好, 是不是? 人家給你五萬元就做了 你知不知道犯法嗎?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而且Peter也不會抗議 誰是Peter? 那條絲, 他沒有損失 我之後會幫他修補 而且如果Peter知道 他死了之後還可以幫我賺到這麼多錢 完成我一直以來去威尼斯玩的夢想 他一定會很自豪 我知道你一定會問 既然Larry都承認了 為什麼我還不拘捕他? 這件事我不明白 你現在拘捕他回來 最多是告他非法處理師體罪 再不然就告他盜竊 但是事後 因為Larry在警察來之前 已經撿走那條絲 你不是打算稱讚他有守備 有職業道德嗎? 不過對不知情的家屬來說 就沒那麼殘忍 所以你不拘捕他是對的 是, 不過我知道 你不會讓Larry覺得他就這樣脫身 是不是? 我跟他說 如果他肯跟我們警方合作 我會幫他跟律政司那邊求情 是 你真的認為這個L先生會再找Larry嗎? 我知道這樣是好秘道 但是在沒有其他線索之前 我不想脫掉這條線 而且從我的直覺告訴我 L先生一定會找Larry 誰維護著你 怕以後都不可再 就算不想失去 可不可能放得開 造之傷心有害 冷靜與情感的競彩 這種感覺為何障礙 痛但覺得精彩 在錯的景點 在錯的一天 就讓美好記憶也沉澱 放在面前一串禮物 撞錯看不見 我怕又再想念 在錯的起點 自責有一點 道行…